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关心 你的孩子很有思想 孩子一个很有思想和独立的小孩 你不需要太担心 俩瞅都不信 这些情缘难了 自知力比较差 他还小 他十五六岁 第一是第二呢 他自己独特的思想的一些角度 但其他人如果不理解 他脾气差了一点 脾气会暴躁 脾气暴躁 但是只是说 还小 再过几年就好 你们管不了他 他不跟你们 思想角度完全不一样 虽然是复制 但是有些东西可能角多少 人知少差很多 就是这样子 这不是管理的问题 是大家怎么和平相处的问题 谁也别想说不谁 对吧 就是你执着 舍不得而已 成员而已 成员这些 就是不放心吧 也不是未了 是不放心 是大家 站在不同的角度 很难互相沟通跟理解 有很多冲突 各有执着 各有执着 但是他现在目前 也没有学可上 这个不是问题 这个一个人一生的 他对他而言很多幸福也罢 未来怎么样 这个倒也不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现在小朋友叫什么名字 再加名字叫什么 我姓张 然后牧是牧野区的牧 就是牧野 加上那个牧 然后月 月飞的月 张牧月 张牧月 你睡觉好吗 睡眠 原来比较重 现在稍微轻一点 轻一点 咱俩还是说人话 不说不话 就是睡觉就是 你熬夜吗 经常 打游戏吗 玩游戏啊 网络熬夜吗 看电影 有时候看好几个小时 对 其他都挺好 你真的是蛮有个性 蛮有思想的 真的 就是 只不过是说 爸爸也罢 妈妈也罢 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 目前你还小 就算你的思想也是 在父母眼里你是不太成熟 有时候 但是不是你是错的 你不会错 但是你不成熟 就说他有时候经不起生活的考验 还有你现在熬夜呢 你的头脑里边这个 就是脑神经是有一点点受伤 所以你的脾气有时候控制不住 对吧 你要是 发怒的时候你会失控 知道吧 它里边的神经系统 稍稍有一点瘦瘦 这个是长时间的熬夜 或者现在小孩子很多 沉迷网络啊 游戏导致的 所以他现在头脑里边 神经系统稍稍有一点点病态 这个需要药物巧理 还不只是说单纯的 你说他 他的脾气没有这么差 他只是他有时候暴躁 或者是你说不听啊 他控制不住 你这个药物是指的熄药吗 巧解神经系统的中熄药 都可以起点作用 但是他睡眠如果好的话 应该还不怕 因为他才十几岁 十六岁 他在发育嘛 没问题的 应该没问题的 找中医也可以 他现在很轻 问题不大 但是他本身的这个孩子 也由于脊躁 由于脾气 也是由于脊躁 及性格 就是这样 孩子是个好孩子 很有思想的一个孩子 最起码是 不是说人用一用的 他不是一个乖乖孩 在学校老师说 他一定要凭什么 为什么 你得跟他讲点清楚 他是一个 他自己有自己的思想 他认为 好像不对 但是呢 他也说不去为什么不对 然后呢 你一定要他那样 他就暴躁了 他就烦躁了 但是说他后期 他自己如果生活 孩子长大了 生活空虚啊 现在这个网络游戏啊 这个诱惑力也比较大 长时间有熬夜啊 或者什么 可能瘦一点 都能 就神经系统瘦瘦 瘦瘦 瘦瘦一方面是熬夜 另一方面也是 心情不太爽吧 两个月也导致 他才受伤了 他小的时候 医生人在实验 说他是多动症 但是 因为多动症 他并没办法确诊 他不是多动症 他只不过是喜欢打脑 喜欢上桌子上房而已 就是他精力太旺盛而已 精力旺盛的多动 是有本质区别的 旺盛不代表多动 多动是停不住 精力旺盛是 给我一个停的理由 我就停住 就是你给我一个理由 我停住 我就可以停啊 我不是停不住 多动是坐在这 你让他停 他说行啊停啊 但是他手还在哪儿动 这个孩子是说 你给我一个理由 我可以停 我停下来干什么 我累啊我憋屈啊 因为他现在没有学上了嘛 因为他母亲的这个关系 也不是太避充 让他去学那些传统文化的 学习书 可以吗 他也不想去 是吧 我原来也上过那种 你觉得憋屈是吧 管得太严了 不喜欢那种 没有那种氛围是吧 还是感觉这个 外面世界虽然常会一些 但是很想经历 外面世界不残酷 怎么残酷呢 看你 外面世界残酷不残酷 幸福不幸福 在于你的认知角度 知道吧 你不用 你不用拿网络系统 那种全部负面的眼光 看这个世界吧 虽然这个世界有负面的东西 但也有正能量啊 也有正面的嘛 最起码一负尾尾尔看待世界嘛 是吧 你为什么不看那些正的 美的好的啊 是不是 是不是你经常看见说这个 因为负能量的东西 或者是残忍的东西 残酷的东西 给我们心理上留下的 创伤的印记 确实比较深 但不代表这个世界没有美好 而且不代表我们不应该追求美好 这才是人力啊 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世界真的是残忍的 负面的 那不我们全部魔性大发了嘛 是不是 那就是 如果你一直想起都是坏的 那我为什么要好呢 大家都坏 为什么我要偏偏偏我要好呢 什么我好我有啥好处呢 大家都坏 大家都会骗我 都会欺负我 我要更坏一点嘛 那你想干什么呢 你不上学 现在出社会又觉得 不上学的残忍 觉得又精彩 你这么告诉我 这种外面是比较的 那些 为什么要相信这些呢 没有那么美好 对 这是别人告诉你的 但我告诉你很美好 这个世界 是吧 但是呢 只是你有没有发现美好的眼睛 知道吧 还有你的认知角度 同样坐在这个房间里 很多人 有的人心里很欢喜 有的人充满了忧虑 有的人很 就是每一个不同的时时空 不同的是地点 不同的时间 就是说同样的是人 大家都一样的是人 知道吧 那为什么我会体验不一样的觉受 就是因为认知角度 跟心里挂爱的东西不一样 知道吧 嗯 牵挂 有时候牵挂 显然你现在也不挂爱什么 是不是 是 你只是想活得更好 更快乐 你在这个世界企业 想活得更好 更快乐而已 但是如果你的眼睛只看见邪恶 只看见丑陋 只看见大家很差的东西 很负面的东西 那我觉得你不会幸福的 嗯 即使你最后拥有 征服了全宇宙 拥有了全世界 拥有了很多钱 你随心所欲 你也会痛苦的 知道吧 因为这个世界对你是负面的 这种认知就会导致你痛苦 知道吧 你的爸爸 我可以举个例子吧 那妈妈现在在出家在休息 知道吧 她休息的目的 她也会看这个世界是苦的 重视是苦海 你在四月我相信 听我这样的说话 这个世界是苦海 但是这个话 并不是真的代表这个世界是什么苦的 是很多修行人 因为这个世界如果不苦 大家不修行 知道吧 这个基点 这个基础 说这样话的基础是佛陀 为了带大家走向轮回的解脱 而这个苦是介绎在众生 只要在轮回之中就苦 你只要在人道就苦 只要在轮回之中就苦 生老病死的苦 并不是说这个世界是邪恶的 全部邪恶的 她这个基点是说 你生老病死没解脱 就是说你老死亡生死 轮回 这些东西没解决就在苦海 还有你的欲望满足不了也在苦海 但并不是佛说这个世界就是邪恶的 知道吧 这个世界不邪恶 知道吧 只有我们的心里可以选择邪恶还是善良 你总比选择善良还是邪恶 选择爱还是选择恨 知道吧 你还是选择感恩还是选择忘恩负义 选择爱你的父母 体量你的父母 还是选择 无所谓啊 随便他们了 还是逃离他们 还是觉得他们 抱怨他们 只需要你的选择 没有理由 知道吧 父母有时候也不完美 父母又不是圣人是吧 父母也不完美 但是父母有时候他生了你 这就像佛说 有生老病死就苦 死亡个生就苦 父母生了你 我们就要感恩 知道吧 就这么一点 因为我们的身体来自于身体法复 来自于父母 这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感恩系 就是从这样开始 他们不是圣人 也许他们很自私 也许他们不理解你 也许他们认为的好 对你恰恰是不需要的 来说你去上学 你觉得那学校有啥好的 太糟糕了 是吧 老师教的那些东西我能用吗 同学也不理解我 是不是 就是爸爸妈妈 他们一生 倒是个好人 他们幸福吗 是不是 在别人眼里 也许他们活得也不开心 是不是 那么我为什么像他们那样生活 你肯定会问这些问题 但所有的问题可以存在 但你要想解脱 你要想找到答案 你先做个好人吧 你做个坏人 你更解脱不了 你更找不到答案 没有答案 越来越差这个世界 就没好人呗 所以这个世界会幸福的 就是这样 但这个世界有人会幸福 告诉我 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相信每个人都会成为最好的人 即使他偶然犯了错 只是那件事做错了 但人是完美的 只是有坏事但没有坏的人 那个人有的人 可能对 可能他在外边杀人放火 做了很多坏事 但是他回家对自己的孩子特别爱 特别好 他不是个坏人 但是他只是做了一件坏事 但是为什么他做了一件坏事 也许他还是为了回家养孩子 因为他的孩子需要奶粉 需要吃 需要喝 需要交学费 孩子挺好的 只是他没有体验到这个世界美好的东西 甚至他没有出眼睛 你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 很有思想的小孩 到12岁以后他开始观察这个世界 他看到的全是痛苦和烦恼 在他的眼里 在网络上看到的全是负面信息 因为负面信息各种 尤其负面信息赚眼球 可以增加点心 八卦的 负面的 色情的 孩子们看到的 因为这些充斥在网站 或者他看到了父母的不开心 或者甚至他到4月看见 所有 我不是说4月不好 可能说出了家也不见得多开心 他会觉得 就算我已经离开家我也不开心 我在学校也不开心 我在家里也不开心 我去4月也不开心 我在学校也不开心 我在社会上也不开心 那么我就成立于网络游戏吧 在那我会忘记烦恼 知道吧 孩子 会忘记逃避人生 他会忘记这个世界是烦的 既然不开心我 为什么要看他呢 那你如果让他出 让他出游戏里把他拉出来 他不烦躁吗 他不暴怒吗 他不会砸东西吗 对吧 因为他出游戏里出来 让他看什么 他体验不到爱 他体验不到幸福感 看到的全是负面的 他会承认这个世界是父母是爱他的 关心他也不是 也是为他好 但是他如此的烦躁 如此的暴怒 如此的觉得 这有什么意义呢 给我一个方向 目标 我怎么也觉得没意义 如果他很烦躁 我能做的是 你今天坐在这儿 那如果他很烦躁的时候 拿中药或者需要调理一下 你的神经系统熬夜 熬得有点疲倦 受伤了 你可以找一个好的中医 尤其是吃几副中药 慢慢的调一下 也需要稍微 有时候会移植神经的需要 副作用大一点 调理一下神经系统 然后呢 就是 你也长大了 慢慢的这个 玩游戏的时间 要适当的调整 就是说尤其是 晚上熬夜不能连 这七八个小时 你可以看七八个小时 晚上不睡觉 但是最起码你看到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以后 站起来休息 站起来去把眼睛移动 然后去玩 去放松一下 让自己的神经系统 揉一揉 拍一拍 放松一下 因为他将近五个月就没有 已经不再玩了 对 这五个月他在寺院里面 那你的自制力这么厉害 挺厉害的 手机给他想破没收的 能让自己 能自己管住自己 出游戏的解脱出来 你知道这个需要很强的自制力吗 其实我王哥游戏都无所谓 主要是 我就特别需要音乐 就是那种 就是 因为 就是 我个人比较喜欢音乐 就是完全听音乐的时候 完全就是 哪怕是那种 重古典的那种电影 但是我听得起来 别人听得起来很糟 那我听得起来 就非常舒服 有回忍能放松 反正就是 那就听音乐 就感觉那种音乐 就算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还是把我生命中的一块肉 割走一样 哦 那就听音乐 但是晚上不能听 吵得四里不安 我相信你这个重技术 也要 很厉害的 就是说 我们自己有爱好 我的心里有害 但是 在我们爱好的 在我们在 陶冶在自己爱好里的时候 稍稍顾及到别人的角色 这就是善良 知道吧 这个世界就因此而美好 知道吧 就因为你这一念 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 所以你不要 就小瞧你这一点点念头 知道 而且也不要小瞧你自己 知道 如果你有这一念 有一天你告诉别人 你的朋友也有这一念 身边的每个人都有这一念 就自己在 自己在陶醉的时候 想到邻居 想到身边的人 想到父母在睡觉等等 这个世界就越来越美了 知道 你就看见美好了 我告诉你 否则你在睡觉看不见的 所以你想看见美好 就从你发那个善念开始 这个不是让你做个佛教徒 也不是做个信徒 你继续玩你的音乐 知道 也许那个音乐 比你信仰更厉害 对你 没关系 父母 爸爸妈妈 其实 其实焦虑你 担心你的目的 只是想让你活得更好 担心 你知道吧 怕你活不好 我相信你能力 你这么有思想 但是你没有体量 所以今天爸爸 他已经等于是离开红火红尘了 还带着你走到了这个房间 我相信他对你的情况 就担心你嘛 担心你是一个 就是 当然说你这一次是一位 血缘给爸爸吹了儿子 当然说 也许对他 现在你已经是一位众生 对吧 但是他这个缘未了 所以担心这位众生嘛 怕你活不好 其实我也知道 我是没有 我才会感的 你懂的 你懂的 只剩你觉得 你没看到美 所以你 这么怕 我烦躁 我敢什么 你觉得没活好 觉得爸爸妈妈 如此努力的想你活好 既然你没活好 既然你活得不自信 活得 觉得自己 甚至说 如果学校啊 或者是一些 身边的人 机构啊 或者对你 表示了一些不满 或者是什么的时候 你会愤怒 觉得他们不理解你 你会觉得 你不够好 我觉得你足够好 只不过是你在做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别人的角色 学校也是 这个也不是自私 只是 有时候是我们 有时候是我们 不懂 我们不知道应该那样子 没有人告诉我们 应该那样子 我们还没有学会 我们刚刚开始 你才十五岁 十六岁 一个老师 一个爸爸妈妈 要告诉你这一点 当你在玩重音乐的时候 你稍稍顾及别人的角色 稍稍听一点 但是呢 你这一次又忘了 下次又忘了 下下吃再提醒一下 多提醒一下 你就记住了 每个孩子都是这样记住的 是天生就懂的 知道吗 我们小时候吃奶的时候 你知道拼命的哭 拼命的哭是因为 我要操心所有的人为我奶 知道吗 没有一个小孩悄悄的哭 怕操心她妈 知道吗 没有这种 因为从那个时候 你就没说 那个时候 你妈没回关 你说说 你怎么这么大声哭 把我操心来 你说我不大声哭 你不为我奶啊 是不是 现在你要拼命的玩音乐 你告诉他们 音乐是我的一部分 没有人知道这一点 音乐跟我是我的生命 我喜欢 我想蹦 我想跳 我想喜欢 跟你吃奶的时候 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你要学会 因为你长大了 知道吧 有人要开始告诉你那一点 但你吃奶的时候 我告诉你你也记不住 这个不代表你是个坏孩子 是这样的 不要给自己下截笼 这个世界没有人能给你下定笼 知道吗 我是想在她没有自治率之前 就留在我身边 她有的五个月没看手机 你觉得你没收了 先不让她回去 因为她母亲也不想让她回去 你跟她母亲的角度跟观点 跟她不一样 她回去也没有学可上 然后她 这个世界有很多可学的东西 怎么会一定要去上学呢 让她学习 其他都学 她不喜欢音乐吗 学音乐去啊 为什么不去学音乐 是吧 所以她去学音乐 16岁学音乐 来得及啊 如果今天是 敲打鸡 打鼓手啊 敲肩舞去啊 什么都可以啊 那我把我的想法就当着老师说了啊 她其实自治力很差 她回去以后她就 主要就在游戏上 就不在学音乐 游戏 游戏里面有音乐嘛 游戏里面有音乐嘛 游戏也不错 我觉得真学音乐的人 她会不顾及游戏 那不一定 我原来是 我是非常喜欢音乐的 我怪不得有遗传 我自己学的 声音乐找了老师 声音乐 钢琴 其他的啊 那就是我自己找的 一个游戏就让她 就击垮她 她昨天 从今天开始 她的昨天不是她 今天坐在这儿的时候 你跟我的 对她的评价是不一样的 不管你怎么说她 我有我的认知 当你说这些的时候 她悄悄有点愤怒 因为你在给她定性 知道吧 她每天都是新的 这个孩子 因为她还在发育成长 在这些天 她一直是这么做的 我相信你在这些天 是一直这样 我相信你 因为你很伤心地告诉我 因为大家都有孩子 我也有两个人 教育孩子 我们一直在 切而不舍地教育着这些孩子 是吧 这个没关系 再接再厉 是吧 但孩子们在 孩子们每天都在变化 一切都在无常之中 你那孩子 未来是什么 你一无所知 知道吧 嗯 但不要伤心 伤心也不会 伤心也不会 就是说她说要学习 但是我觉得 一个要学习的人 肯定她有一定的表现 嗯 比方说我有一定的自制的 这个 正常的起床 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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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没睡觉 咋起床呢 需要重复 需要重复 这个游戏确实是很好玩 首先是 然后呢 在目前这个网络时代 很多还是成名游戏 尤其他们这个年龄 这个事真的是 嗯 还是蛮难的 这个 她有 她能够控制一天 她就能够控制两天 呃 叫什么呢 张 张什么约 张木月 不好意思啊 我记性不好 就是 张木月啊 我相信你能有两个月 不管是谁没收到你的手机 你能做到的 还是什么 我相信你能有一天 所以说我今天我十二点睡觉了 一点我 我按时做席了 你就会有两天 有两天你就会有三天 有三天你就会有四天 每天进步一顶点 你不要要求自己说 一下子变成爸爸说的那个样子 做给他看 但是 每天进步一点点 让你爸爸妈妈看到成绩 看到成长 我就怕我做不到 就是 我也有点担心 我要拿到手机 一下子 哎 就 哎 手机在哪了 嗯 这个真的是挺难的 嗯 是的 这个不够自信大家都经历过 哈哈 哈哈 是啊 有时候看人 看个什么电视连续剧 看个什么成人都经常给你看看好几个小时 何况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啊 但是你相信自己嘛 你可以不自信 但是一定要相信你的力量 嗯 嗯 嗯 你知道孩子真的蛮思想的 挺好的孩子 嗯 只是导引 只是要导引他 啊 学习导引他 十五六岁呢 又现在的思想不错了 嗯 我是希望他借着现在的缘分 就在寺院里上 他就不是待在寺院的人 你别压抑他了 我觉得 寺院不适合他 是吧 寺院不太适合他 乐队 他喜欢就去乐队玩呗 跟他买个架子股呗 这些都没问题 给他买 对可以啊 这些应该没问题 他是不是问题 他原来是学过钢琴啊 可以啊 那不见得 没有钳琴 没有钳琴 不不坚持钢琴 不代表不坚持架子股 不坚持架子股 不代表不坚持什么其他的 吉他 他今天要做吉他 马上买吉他 今天要做架子股 马上买架子股 也只有你自己的经济构 叫他们贴换 是吧 他不会知道他喜欢什么 知道吧 不会 除非他做完 最后他说喜欢音乐 他可能碰都不碰音乐 但有些他会全拿起 没关系 不坚持钢琴 他是嫌枯燥 你总被让他成为一个钢琴家 他现在是很好奇玩 知道吗 但所有的成就 最后都是从好奇起步的 没关系啊 如果如果是我买不起 说哎 我这钢琴你也废了 就在那儿鞋子 假如我没钱买不起 你能带他来这儿 我觉得慢慢的帮他买啊 帮他帮他做 小小的 你那个太贵了 买不起 先买个差的 你喜欢音乐吗 或者自己在网上去 网上不是也有得下载软件的吗 在网上列呗 玩呗 他肯定不会说按部就班那么系统的 像你说去学习的 他只是玩 玩是在游戏行程 既然他游戏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不给他游戏呢 不要让他游戏那个东西呢 不要定性他 他游戏没有任何一次定性 给他下定性 16岁到18岁就好了 18岁过后会懂事 还有几年了 你熬呗 我就想带着他在这边 我不可能回去带着他 他母亲实在也招架不住他 那你问题想跟着谁嘛 这个世界你又小 你爸爸又不放心你交给别人 是吧 你想跟着人 不代表那个人 你说 我现在往哪走 告诉我 你都在那个方向嘛 你的人生方向是走向幸福 是不是 走向快乐 是不是 但是你懂 怎么能幸福和快乐吗 你告诉我 你离开父母一日三餐也解决不了 你还幸福快乐 我饿坏了 是不是 你告诉我 你怎么样能幸福快乐 怎么样走向幸福快乐 这样子一生 总不能今天玩一次架子锅 明天玩个钢琴 后天玩个游戏 你就幸福快乐了吧 你吃饭怎么解决啊 往哪睡啊 你离开父母 你总不能露树尖头吧 打工你现在不到18岁是同工 是吧 没人敢聘你 在寺院你又待不住 去学校有学的学校 这个体制不对你胃口 是吧 你告诉我你怎么幸福 如果你说出理由来 你就一个人可以吵家糊了 你爸要我说服你 努力说服你爸放手 我知道晚上你妈 你爸离你原点 人的心有说如果是暗淡无光的话 他感应过来的人也是这样的 这是最可怕的 是这样的 但是还是不定性 你怎么知道他暗淡无光呢 他像太阳一样在燃烧 现在 他的激情远远超越我们 他燃烧 解释像个小太阳在那儿燃烧着 你看不出来吗 在放光啊 他无穷的能量 他要征服全宇宙的能量 在那儿 是吧 而且这个孩子没有太多 还野心也没错了 他在十四五岁 他吃激情 知道吧 他要征服 他要征服宇宙 知道吧 难道这不是光芒吗 难道这错了吗 一个人 一个充满激情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 难道这有什么错啊 他无穷无尽的力量 没有地方发泄啊 他想奔 他想跳 他想吼 他想喊 他想 他想去敲鼓 他想去弹琴 他想去唱 但是所有的地方都说 敲 闭嘴 闭嘴 静下来 是吧 四月不行 学校不行 你太过分了 你不合乎我们 我们的要求 请你离开这个地方 当这些事情 发生的时候 你说他会不会死亡 你了解他 为什么想不想 他想呐喊 为什么他 他这种光芒 不被人接受吗 为什么这是错了呢 我不觉得他错了 除非他 除了他沉迷于游戏 好几天不睡觉 把自己的脑袋 神经烧坏了一点点以外 剩下的都没错 没什么错 没错 不学习也没错 不想学习吧 是吧 又啥错呢 这都没有错误 就不错 只是说不学习 是很多孩子 要通过考学 考大学来去 获取个理想的工作 但不代表他们 获取幸福 但这个孩子说 我不想呆在学校 只是如此而已 是吧 而且他也都已经 可能上完初中了吧 没有没有 他还不是说不想呆在学校 也认了字了吧 他是想呆在学校 学校的学校受不了他 学校老师的同学受不了他 他太激情无限了 开始 我们也不觉得说 一定非要 要怎么样 因为我的很多 对明白 你只是想要他 你心中儿子的样子 可能就有点不像 他这样能走的正途 就开 他现在就在正途上 这个正点千万别 他真的很正啊 他很有思想 他告诉你 他也想去架子国 他也想看游戏 这全是他的爱好 他想学音乐 他想玩游戏 他想一个人呆着 别烦我 这是一个成熟孩子的思想啊 他说他没自信 他有时候管的自己 有时候拿着手机 管不了自己 这很对啊 谁不是这样 难道这不是一个 正常人说出的话 就是这样的 是人力都是这样的 但是告诉他 一个成功的人 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是人力都是你这样的 我告诉你 但是你想在这个世界 更幸福更成功 因为七十多亿人口 跟你差不多 但你想在这个七十多亿人口里 脱印而出 成为更成功更优秀的人 你必须做到什么 我告诉你 你必须有你的特质 知道吧 有些东西你要自己负责 自己管住自己自律 否则你就是永永众生 就是街上 就是普通 很普通的一个人 知道吧 你也别想成就什么 知道吧 但是你可以的 不要小瞧你自己 知道 不要说那些事情 是别人做的 不是你 你可以的 人最大的恶 你知道是什么 就是放弃了自己 那才是恶 就是首先 人家别人还没小瞧你 你把自己小瞧了 放弃了 对吧 那就叫邪恶的一部分 知道吧 那是毫无意义的 生命 所有的你爸爸妈妈 还对你寄予厚望 所有的对你寄予希望的时候 你把自己完全放弃了 你觉得你不行 这个年龄的孩子很 而且很有思想的一个孩子 很正常 没有问题啊 一点问题没有 只不过是说 他要不要选择成为一个 更伟大的人 或者更优秀的人 或者一个更高尚的人 更有品质的人 或者让能够自立独立的人 如果你想离开父母 没问题很好 就代表你能再次飞翔了 但是有资本吗 资本长出来没有 你怎么生存下一步 而且你怎么立足于这个世界 就算你认为这个世界邪恶的 你怎么立足于这个邪恶的世界 知道吧 怎么活 怎么吃饭 跟谁做朋友 是吧 你能活下去吗 好好的活下去吗 而不是被这个世界灭了 或者你把所有人灭了 你有能力跟这个世界 所有邪恶共处吗 有能力跟这个世界 虽然这个是 就算你说的 这个世界是邪恶的 你有能力在这个世界 和平共处的吗 生活吗 生存吗 你现在还没有 告诉我 要学习 知道吗 而你父母现在做的 所有的事情 包括他今天带你来到这儿 也是在让你学习 他不是来给你治病的 也不是来让谁管你的 他只是想让你学习 让你将来活得更自在 因为他们会离开你 有一天他们会死亡 知道吗 因为你年轻 他们年里大 他们肯定会离开你 不用你赶 不用你跑 他们肯定会走 只是有一天 你怎么生存 想清楚了 再决定去哪里 当你在外边交叉一些朋友 在你心里 你认为这个世界是邪恶了 那你这个朋友都是邪恶的 交易求邪恶的朋友 我看你怎么相处 怎么处 怎么信任 大家怎么在一起做事 是吧 甚至抢了一个面包 就算我们出去抢了一个面包 他会给你吗 这么邪恶的人 会分半个给你吗 是不是 你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